主要求亚人甚至青年做到所有的事 不过他确实要求的事却令人惊叹 几年前我家遭逢了一段经历 在这个坠落的世界许多家庭也同样的经历 我们家最小的儿子伦坦娜罹患了癌症 坦娜就像许多九岁的孩子那样令人惊奇 他的调皮捣蛋令人发酵 同时他的敏锐灵性令人惊讶 是鬼灵精也是天使既淘气又善良 还小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被他的恶作剧弄得不知所措 我们猜想他长大后到底会成为一位先知还是一位强匪 无论如何他看起来都会在这世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然后他生了重病 接下来三年医院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和新式医药 包括两次骨髓移植 过程中他感染了肺炎 需要装上呼吸器 失去意识十个星期 他曾奇妙的短暂康复 后来又癌症复发 在他过世以前 谭娜的病已经入侵骨髓 即使用了强效的止痛药 他还是很痛 几乎下不了床 但是某个星期日的早晨 全家人出门去教会前 他的妈妈凯琳到房间看他 妈妈很惊讶地看到他不知怎么的自己换好的衣服 正坐在床边 忍得痛 费力地扣着衬衫的钮扣 凯琳坐在他旁边说 谭娜你确定有力气去教会吗 或许你今天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他盯着地板 他是个执事 也是个定额组成员 他还有指派的工作要做 我今天应该去传递圣餐 我确定有人可以帮你传递的 谭娜说对 可是我在传递圣餐的时候 看到大家看我的眼神 我觉得这么做对大家有帮助 因此他妈妈帮他把衬衫扣扣扣扣扣好 领带打好 然后开他车带他去教会 很明显的这些重要事情正在发生 我开完稍早的一个会议 进入教堂的时候 很惊讶看到谭娜坐在执事座的那一排 凯琳小声告诉我为什么他在那里 还有他说这样做对大家有帮助 所以我看着执事走向圣餐台 祭司把装着面包的圣餐盘 递给他们的时候 他轻轻靠着另外一个执事 谭娜拖着步伐走到被分派的地方 扶着长椅的末端 稳住身体 把圣餐拿到人的面前 似乎教堂中每一双眼睛都看着他 感动于他忍着痛苦 做着他那简单的工作 谭娜虔诚的 尘黄尘孔的一排一排一动 好事述说着安静的讲词 他的光头汗水淋漓 他用执事的方式代表 耶稣基督 他那不屈不挠的身子 也稍微受到瘀伤破损和撕裂 他甘心乐意的受苦 是为了提供服务 将救主赎罪的相声 带到我们的生活中 看到他如何思量执事的身份 也让我们对圣餐 对救主 对执事 对教师 对祭司 有不同的想法 我很好奇这无声的奇迹 如何在那天早上 促成他勇敢的回应 那微小的声音而去服务 也让我好奇 所有新兴一代的青少年的力量和能力 他们鞭策自己 努力回应先知的呼召 加入神的兵团 参与救恩和超生的事工 每当一位执事 握着圣餐盘 就让我们想到最后的晚餐 克西马尼园 卢柔蒂和牧园的神圣故事 救主对他的使徒说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那时候他穿过悠长的岁月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他是在说 他会行奇迹让未来的执事 教室和祭司拿着象征他的圣餐 邀请他的儿女接受他赎罪的礼物 圣餐所有的象征事物 都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向那份礼物 我们沉思哈城剥开的面包 以及我们现在有眼前的祭司剥开的面包 我们思考当时圣化的酒 以及现在圣化的水的意义 当圣餐祈祷文从年轻的祭司口中 庄严地传递到我们的心中也传入天堂 那把我们的与基督救恩大能连接在一起的圣约 也得到更新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当一位执事带着圣餐站在我们的面前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基督在场 他也会站在那里 减轻我们的重担 舒缓我们的痛苦 幸运的是 男女青年不需要生病 也能发现侍奉救主的快乐和目的 达尔贝纳长老建议我们为了成长 以及成为传教士 我们应该去做传教士所做的事 然后律上加律 令上加令 我们将逐渐成为救主 期望我们成为那样的传教士 同样的 如果我们渴望效法耶稣基督 就应该做基督做的事 在一节令人惊奇的经文中 主说明他做了什么事 他说 看啊 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 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 救主的使命一直都是 也永远是拯救天父的儿女 侍奉他的父 要在这世上找到喜乐最可靠的方式 就是和基督一起帮助他人 这就是简单的真理 启发了儿童和青少年计划 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活动 和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教导 都是让年轻人和耶稣基督变得 参与救恩的超生事工 让年轻人变得更像耶稣 儿童和青少年计划 这项工具是为了帮助 初级会儿童和青少年的 门徒精神中成长 并对幸福的样貌 有一种充满信心的愿景 他们可以预期并盼望 在圣越道路上 通过一站又一站的关卡 他们接受洗礼和证实 获得圣灵的恩赐 然后很快的归属定儿组和女青年班级 在那里他们会感受到像基督一样 透过持续不断为人服务带来快乐 他们设定大小的目标 让生活达到平衡变得更像旧主 巩固青年大会和杂志 朋友杂志以及福音生活应用程式 会帮助他们专注在基督里找到喜乐 他们会期待用限制用途的圣殿推荐书 得到随之而来的祝福 并追求圣殿和家谱事工的祝福时 会透过圣殿的力量感受到以来加灵 他们会得到教长祝福的指引 早晚有一天 他们会看到自己进入圣殿获得能力 在那里找到喜乐 因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都能与家人永远远远连结在一起 儿童和青少年计划推出的时候 正逢疫情和灾祸横行 这让新的计划完全发挥效用 是我们人在进行的工作 而且刻不容缓 我们的青年不能坐等世界自动改变 才认识旧主 有些人甚至现在就做一些决定 如果他们认识自己和救主的身份 他们就不会这么这样决定 因此在这命运攸关的训练中 神的兵团要发出紧急号令 全体动员 各位父母 你们的儿子 现在就需要你们热烈的支持 就像以前你们热心支持 他们获得勋章和凶针 这样的小事 各位父母 圣子领袖和女青年领袖 如果你们的青年正在面临困境 儿童和青少年计划 会帮助他们转向救主 而救主会带给他们平安 定儿童领袖和班级领袖 站出来在主的事工中坚守你们的岗位 主教用你们的权要和定儿童会长 们一同合作 你的定儿童和你的智慧 因此永远改变 新生的一代 我知道并见证 你们是神心爱的儿子和女儿 还有像事工要你们去做 如果你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 用最好的表现完成这项重要的召唤 你们会爱神遵守所立的圣约 你们也会造福他人的时候 信赖神的圣旨 并从自己的家中做起 我祈祷你们此时时刻会保持配衬 加倍努力去服务 运用信心悔改并每天改进 配衬获得圣殿的祝福 以及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福音 才能获得的永恒喜乐 我祈祷你们会做个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 来准备成为神应许你们 最终可以成为那种勤奋的传教士 忠诚的丈夫和妻子 慈爱的父亲和母亲 愿你们邀请所有人归向基督 并接受他的赎罪所带来的祝福 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救主的再次来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